那咱们再去写的话 那正常一块下 是不是我们要去写这个Postman来测一下 咱们这段时间的话 咱们直接来去写前端 那前端当中对应的是这个哪呢 是这个叫做profile.html 所以把它拿过来 应该是在profile当中 在这个html当中的profile 这里面 这是个人资料的页面 在个人的资料页面当中 我们现在来去看一眼 那相对应的是有一个关于头像 头像在这个地方 关于这个头像的话 怎么去做呢 往下看 这个image呢 South Vic空 留的是待会儿能够去展示的 那样的地方 然后底下这个div div当中你看一下 我把用户头像的游戏放到哪了 放到一个farm当中了 所以就在这个地方了 有这个farm farm这里面 然后呢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farm当中 我们所说的这样一个多媒体的farm的话 怎么去做呢 是不是就后面这句话呢 你把这句话加上 enc type等于multipart的farm data 你把这句话加上去之后 它就是一个多媒体表单了 所以你只要上传文件的话 必须要指明这团算数 然后呢 前面这些信息 我先给你护掉 我先去掉 然后呢 是这样的信息 几年来呢 在input框当中 这里面type类型 指明是file accept的话 去指明一下 你到底让用户筛选的时候呢 去选择哪些文件 然后呢 可以去证明是这个图片的文件 然后呢 这个地方 name avatar 是我指明的字段呀 然后我们说了 你要采用的是多媒体表单 所以呢 这个参数我不会去变 那也就意味着说 这个name的名字 应该得跟我后端当中 刚才提取参数的这个名字 直接就应上呀 这是要对应上的 这是关于这样的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要有一个提交三密的按钮 这是一个表单了 这个表单做完整之后 那你去想 如果我们不做任何干预的情况下 我在这里面 一点击submate的提交按钮 是谁帮我把图片发送到后端的 是浏览器吧 浏览器帮助我发送到后端的 那又出现问题了 我在后端当中 返回信息的时候呢 返回的是接层格式 返回的是这个接层格式的话 要通过这个接层格式 来去做不同的效果去做的 那你说呢 浏览器会认我这东西吗 它会根据我这样的状态码 去展示这样的信息吗 不会吧 所以也就预计说 这个表单虽然得按照原始的数据去传 但是我想要给它添加回调函数 这个回调函数的话 也就预计说 你拿到的这样的结果值 给我自己进行处理 那这时候怎么做呢 那如果说 我们还是在这个页面当中 通过我们之前所说的 这样一个哪种方式呢 通过我们之前所说的 阿达克斯方式去做的话 那我们再去取阿达克斯的 这里面的话 是不是得传一个参数啊 传什么参数啊 咱们是不是得自己去写这个data 然后呢去解决向后端发送数据啊 对吧 那你说呢 我如果写这样的阿达克斯的时候呢 那这个data我怎么跟你写啊 data如果是写一个文件名字啊 还是我自己通过这样的参数 把文件读取出来 发送到后端啊 我怎么去解决 是不是解决不了啊 我们知道了 浏览器在这表单的话 它能够去解决 所以这是我们要给大家去 又引入一个工具 引入一个什么样的工具呢 如果你在前端当中 要去处理的是多媒体的表单 要向后端发送这样的图片 文件数据 但是呢 你对应于这个文件图片数据 你自己不想去解决 想由浏览器给你解决 但是呢 你还想做什么的呢 让它给你解决之后 回掉函数 我想自己去定定义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就可以去引入一个插件 引入哪个插件呢 我们往下走 给你几名来了 叫做JQuery当中有一个插件 就是Farm插件了 通过这个Farm插件的话 它能够做到什么程度呢 它能够做到程度呢 就是说 整个这样的一个Farm表单的数据 不用我们管了 由浏览器帮助我们形成 但是呢 这个表单的话 我可以采用阿甲克斯的方式 向后端发送 只要采用阿甲克斯的方式 向后端发送的时候呢 我就可以向里面去补充回调函数 接下来后端给我传送的 什么样的状态 我都可以自己进行决定了 这是关于这个插件 主要是做的 那接下来呢 咱们就直接去使用这个插件 使用这个插件的话 直接呢 去引入过来 然后呢 我们在后端当中 直接进行操作了 所以咱们现在来看一下 我们在后端当中的话 相对应的呢 应该是这个profile的gs profile的gs 在这里面 profile的gs当中 我们在这里面进行操作了 那我们在这里面操作的话 按照刚才我们所说 那咱们要给它 我们在这个gs当中呢 要专门用来去处理这个farm呢 那要去处理这个farm的话 怎么去处理呢 我们就相当于说 给这个farm 给你补充一个什么东西呢 叫做阿甲克斯的一个逆部提交的 所以那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 咱们怎么去做呢 我首先还得是进行一下操作 这个代码要写一下 我们先 咱们这边 感谢观看